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首先看看今天的新聞題要 森巴姆馬拉松再推廣免費驗血支月缸活動 查問該公司先前所發表的報告 分析碑斯汽油價格 部分受土地和信用卡收費所影響 但仍然有部分價格難以解釋 較早前 各汽油公司已拒絕透露如何定出油價 指出是屬於商業機密 温哥華市議會昨天通過 將會制定全市發展計劃 希望在2021年的春天完成規劃 在2022年的春天落實 市長金賴迪感謝市議員Adrian Carr作出提議 可以令溫市90年來 第一次擁有全市適用的Citywide Plan Adrian Carr說 推動Citywide Plan的目的 是為了讓市府有機會聽取市民 對溫市未來發展的建議 不管是房屋政策 公園規劃 或是文化發展方向 都歡迎市民提出建議 有關規劃的程序 將會在今年秋天展開 公眾意見證書 就會在今年的秋天 至明年的春天進行 溫市議員Jean Swanson 就這個全市發展計劃 未能涵蓋保護租客的辦法 表示失望 市府指出全市發展計劃不會包括各區建築發展的密度 以及土地使用的問題 任何發展計劃仍然是根據程序 向市府提出申請 市議員金玉鵝 昨天在溫市中心東端的奧彭海馬公園 召開記者會 談及帳篷城與無家可歸者的問題 以及回應日前在公園發生的槍擊案 金玉鵝表示 公園的帳篷城住了2000多個無家可歸者 而解決無家可歸者最高的問題 就是由政府撥款建設更多的社區房屋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完全解決的問題 我們前四十年前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政府在建設社區房屋 這個問題很簡單 拿一些資金錢 從人們可以付款 有很多錢 用這些錢去建設房屋 所以沒有人要睡 金玉鵝也請了其中一個 一個在公園定居了兩個月的無家可歸者 來描述公園的安全情況 他形容公園其實非常安全 村基案和像同城的居民無關 亦都相信是黑幫所為 他們的六-month-old child 在樓居上 在樓居上 你曾經有一個封堂 在樓居上 在樓居上 那裡 我們在樓居上 在樓居上 每個都市有樓居上 在樓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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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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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位於Powell街甲Jackson街 現場可見已經被帳篷塞滿 加拿大海洛空退五軍人 第26部隊 前日舉辦了100周年的紀念儀式 紀念儀式 以新西敏風頂樂隊的進場演奏開幕 今夜 在樓居上 既然 立場 類似 明天 無界 大 大 既然 大 有 大 其後緊接的還有加拿大國國奧Canada的大合唱 經過部隊主著Chris Da Silva的悼念及歡迎致詞後 在聯邦退伍軍人事務部長麥肯利 和二戰退伍軍人Hilge Buckley和George Chow的陪同下 舉行切蛋糕儀式 其後分別有新西文樂隊和Skormish原住民青年Kelena的獨立演奏 最後在場嘉賓以合唱歌Save the Queen閉幕 為支持加拿大肝臟基金會籌款和免費驗血招月肝活動 下個月在溫哥華舉辦的《森巴姆馬拉松派對2019》將捐出部分收入 用作支持加拿大肝臟基金會 《森巴姆馬拉松派對2019》將在8月24日 在溫哥華會議中心東疫舉行 同時會展開免費驗血滋月肝活動 加拿大肝臟基金會被施省及育胸區分會董事會主席何仲偉醫生說到 月形肝嚴是隱形殺手潛伏期可以完全沒有症狀 但發現的時候往往都已經是屬於後期 開始出現肝癌化或肝癌的情況 他也說到亞裔和華裔人群是比較容易感染月形肝嚴 因此提高大眾的認知和學習預防的方式是非常重要 但溫哥華地區現在的亞裔人口已經超過100萬人 當中估計有6萬人是月形肝嚴的大元者 溫哥華明天18日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日間間中有陽光 下午有四成機會會下雨 氣溫最高有21度 晚間多雲有四成機會會下雨 最低只有14度 在去年12月30日 憑Mark Fillmore發生的珠寶店劫案 劫匪實施聲東擊西的策略 在商場附近的高火車站安放炸彈 將警力引入到車站 計劃幾乎完全成功 但仍是有一名劫匪被當場捕獲 若海區警方就順著這名落案劫匪的線索 展開調查 又抓到另外五個疑犯 但還有四個仍然在逃 警方今天就公佈了這四名在逃疑犯的資料 四人當中 年紀最大的有31歲 最小的竟然只有19歲 當日打劫的劫匪相當空悍 逃跑的時候打傷市民和警察 若海區警方表示 雖然這幫劫匪有男有女 但當日動手的只有男性 那些女性都只是知情 或者提供某方面的協助 沒有真的動手 至於他們 為何會選一間這麼近警局的珠寶店下手 這個可能是一個永遠都沒有答案的問題 多倫多有一名華裔殺人精神病人 逃離了精神病院 坐飛機離開加拿大 這名華裔男子松志斌 在2014年被控謀殺 但被判無需負刑責 但就要住在保安隱密的精神病院裡接受觀察 據警方消息 他在7月3日失蹤 並在當日當上一班國際航班離開加拿大 但警方就拒絕透露航班的目的地 多倫多視像John德里 都對病人就失感到驚訝 警方現在正透過國際刑警幫助 希望儘快將他帶回精神病院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香港日發生了一宗悲劇 一名來自中國的青年打算來香港賺大錢 誰知大錢就沒找到 還沒埋著腳 他來自河南的一個農村 因為不信來到香港工作可以賺大錢 傾盡積蓄透過中介 在劉佛沙哥回收場工作 老闆曾經答應過他 每天出600元糧給他 但在上個月20日出貨4200元的人工 就沒有出貨量 他媽媽說 他用了2000元租房 連食都不夠用 更慘的是 他在星期四工作期間 意外跌到睡覺機裡面 右腳膝蓋對下 被睡覺機攪拌粉碎 事發之後 現場工人四散 沒有人敢幫他報警 老闆報警之後也走了 到現在都找不回他 他現在在醫院接受治療 而他是中國父母 申請旅遊簽證渡港之後 幸好得到隔離病床的病人 給了他1000元 一些面包充機 和一張電話卡 但他們都很擔心 負擔不起兒子的醫藥費 排隊上庭可以等很久 因為法庭每天都會審理多宗 大大小小的案件 最近就是一宗亂過馬路的案件 審了89天都未審完 浪費法庭的資源 東區裁判法院審理一宗 行人失眠亂過馬路的傳票案件 至今審了89天都未審完 主審的法官 早前下令一名辯方證人繼續作供 被告不放 入品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高院的法官 認為審理這宗法官 無權力強迫辯方證人繼續作供 認同他的行為不合理 今日批出許可 並且暫停下令審理傳票案 直至司法覆核有結果為止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今日書展第一日開幕 孫慧雪都有到場買他的寫真 雖然裏面的照片 是生了兒子後才拍 但身材仍然好編 我們聽聽他的訪問 對 你生了兒子 我應該真的比你早 對 他真的原來很激 是20年 20年 20年 剛剛出道的時候 就出過一本 因為本身 不是打算出個人寫生 但是還有些 還有些漂亮的照片 又不想浪費了 所以就放入合輯裡面 意思是你之前的照片嗎 但也是生了寶寶之後 也是新的照片 所以很厲害 這個是 他以為是生了寶寶之後的第一套照片 還有很多人都問我 以為是生寶寶前 是 但其實我是 沒有分別 我自己稱讚自己 不是 是 生寶寶之後拍的 那什麼時候呢 可能再出個人 個人嗎 個人嗎 個人 我本身想要40歲 如果保持得好 那你為什麼要留下了50歲 師傅說我幫我出本 叫做見習魔女 因為50歲 現在就是美魔女 對 那40歲 還保持得到 如果大家又想看 那我就會出的 2016年出過第一次 然後今次是第二次 應該今次這本會大膽一點 因為那個其實是個構思大膽一點 因為很多食物 一起拍照 有一個減肥的慈善賽 減肥 對 就是由今天第一日書展 連續七天 只要在這裏買書 因為我們的書 只是在書展有得賣 現在 在這裏買書 會有一個入場資格 給他們參賽 有500名參賽者 對 最高贏出的50名 我記得總值加上 有50萬的獎金 我記得是 男朋友有沒有支持 哈哈 沒有男朋友 但是很多朋友支持 是啊 什麼 那些是朋友來的 是啊 朋友的支持 朋友來的 蛤 而今天才第一日買 沒有沒有沒有 試一下 沒有 沒有去拍戲 所以沒有空來 沒有空來這裡 沒有空來這裡 給了多少本給她的營購 沒有 我打算叫她71買 對 哈哈 她要不要去參加 她不用了 那麼必 今天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